其实我们确实应该要透过 网络媒体新媒体 来进行各种的宣传 两岸之间的沟通 两岸之间讯息的流通 在传统媒体的领域呢 已经被民进党 几乎是要完全的 把它断绝掉了 可是在网络世界里面 今天台湾年轻人 不是轻易的 可以被民进党操纵的 民进党想要赌这个TikTok 抖音跟这个小红书 但是就我们的理解 在台湾有抖音 有小红书的这个账号 活跃的账号 至少在五六百万以上 很多年轻人 没有抖音没有小红书 简直就没有办法 正常的这个生活了 所以我认为说 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 有很多的这个资讯呢 有很多的讨论 确实可以透过网络媒体 不断的传输给台湾的 年轻时代朋友们